今天我们Squitch动画要介绍的是一个动态按钮的设计 那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介绍 第一个是一个变小变大的一个动态按钮 第二个是变小变大之外,我们还帮他加上特效 第三个是这个按钮被按下去之后,他会切换一个场景 那要怎么来处理呢?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开启Squitch 开启Squitch之后 我们先把小猫咪删除,按滑鼠右键把小猫咪删除 我们来自己画一个按钮 好,这边长方形,我们选实心 我们选一个 颜色,然后画一个矩形 好 那我们在矩形上面,我们 因为他没办法打中文,我们就先用 英文来代替 好,打上一个 START START 好 开始 我们稍微把它移一下位置 好了之后,来我们来程式这边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按钮 好 把它取一下名字 开始 按钮 好 把它定下位置 当绿器被点一下的时候 他在这个位置 定位状态式 显示 好,接下来我们希望这个按钮被滑鼠点下去的时候 会有动态的效果 一般 常见的按钮就是一个平面的按钮 没有动态的感觉 那我们来改变一下 好 当角色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外观改变 透过改变大小 来形成一个动态的效果 当绿色 当角色这个按钮 这个角色被我点下去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先缩小 好,将大小改变 -10 透过等待的时间让我看到他有改变 不要等太久,大概等个0.5 然后再帮他复原成原来的样子 好,改变10 来我们来测试一遍 好 当角色被我点击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这个按钮被我滑鼠点下去的时候 他有动态的效果 那你如果希望他动态效果快一点 我们就可以透过时间的改变来调整 或者是你希望他改变的状态大一点 再调整这个数字 那另外一种写法是 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 将 大小改变,比如说我们改变90% 就是缩小 然后透过时间的等待 让他等个0.5秒 但是回来就需要复原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也会达到一样的效果 好 那这样点下去没有音效 所以呢 我们可以加个音效 让他点下去的时候有声音 好,我们选效果 我们来选一个 声音进来试听一下 OK 那声音要加在哪里呢 那很简单的 像这种 声音我们要加在音讯 音讯里面的声音 当然就是角色被点下去的时候 就要开始播放声音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 这两种的 简单的一个 层次设计 来达成一个动态的一个按钮 好 好